少女生来便拥有看穿别人谎言的能力 因此 她从小就厌恶谎话连天的人 并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对别人说 然而这天 一个对她撒谎的男生却勾起她的兴趣 只因男人明明说喜欢自己 但少女一眼便看出这是个谎 真不是她自恋 从小到大 根本没有男人能对她的外貌无动于衷 男人名叫杜鞭撤 就在一周前 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东江重点中学 就在她上课的时候 10到15年的系统终于觉醒 真的无语 要来就早点了 要么干脆别来 不上不下算怎么回事 这时 下课时间到 两个死党走过来叫杜鞭去吃饭 一路上 三人开始讨论加入社团的事情 杜鞭对此毫无兴趣 但学校规定必须加入一个社团 所以只能先找个允许早退的社团吗 走在社团中心楼层 杜鞭开始研究刚出现的系统面目 按照平均值五点看 七点智力说明头脑聪明 长得很帅也没错 打开商城界面 她发现自己只能买得起 零食打折的探测器 七月读后 她明白了积分需要攻略女 成为女友才能获得 这不是逼着自己去做渣男吗 探测器只能使用三次 先打开试试 探测器像扫描一样 可以列出对象是否可攻略 不对啊 这位女生不能查看 而这位带眼睛的同学 被提示魅力值太低 无法攻略 真不愧是现实游戏 设定都这么现实 还是先把社团的事情搞定 现在不能浪费探测器 如今的社团都好努力 就没摆烂一点的社团 路边更没兴趣 有没有放学可以躺平的社团 这时她在墙角注意到一个招人公告 连招人的学生都没有 人类观察部 有早退习惯者优先 虽然不清楚学生手册里写了什么 但人类观察部 绝对不符合校园精神了 看着冷冷清清的门面 这个社团不愧是同好会 但只要能摸鱼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听到社团里的回应 她打开门走了进来 一个少女独坐在窗边 正在静静看书 请问这里是人类观察部吗 听说社团能早退 这社团里就你一个人吗 是不是同好会 我可以加入吗 不 少女缓缓地把手中的书合胜 随后抬头死死地盯着渡边车的眼睛 紧紧对视了一眼 渡边就感觉到一股压力血 自己所有的想法都无处躲 少女双眸仿佛能看穿自己的心扉 她不同于一般的女生 而且这长相魅力值也绝对够 应该可以被攻略 随后她打开探测器 居然真的可以攻略 青年龄 15岁 智力8 魅力9 体力3 无交往记录 好大的胆子竟敢盯着我看那么久 渡边车赶忙收起悬浮窗 心想都是误会 但为了加入社团 还是先把锅背了吧 像青年同学这么漂亮的女生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不小心看入迷了 撒谎 青年龄威严 露出了不懈的眼神 我讨厌撒谎之眼 居然被看穿了吗 她的眼睛似乎很敏 青年同学才貌双全 着实令我找你 但而这一次 她甚至没有抬头看渡边一遍 谎言 再一次被拆穿 这家伙会有独心数目 不对 应该是自己已经被打上了撒谎者标记 看来入社无望 渡边车已经想要放弃的时候 李却表示 有点意思 对于我的外貌无动于踪的男生样子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如果说迷上我是否 那说明你与其他男生不同 渡边一看有戏 所以说赶紧让与众不同的我入社 所以说你喜欢男生吗 渡边当场实话 果断后退两步 你知道自己说什么吗 人类观察就是观察全校男生 然而青年龄却不紧低 回答我 喜欢还是不喜欢 渡边吓得脱口而出 不喜欢 得到答案后 青年龄回到座位上仔细观察 感觉这个房间的空气都稀薄了 所以我到底能不能加入 渡边现在要一个痛苦 好吧 暂时允许你加入 虽然谎话连篇的男人有很多 但你还算有观察价值 这是入社生气 谎话连篇吗 我是真不喜欢男人呢 不管怎么样 先进社再说 社团知识早退 不过社团活动必须参加 这周社团活动是给文艺不投 周五放学前完成 这好像和人类观察没关系 渡边表示自己不擅长写文章 是吗 你要是不擅长写文章 那就再写一份退社申请 社长你这么果断了 为了保住社团的位置 还是随便写写 至少可以早退 不比别的社团强密 少女出生便拥有 看穿别人谎言的能力 因此 没有人能在她眼皮底下撒谎 所以她创立的人类观察社 也成为东江重点中学一样的存在 而今天面试的男生非常特别 渡边撤 第一次见面 就敢和自己对视这么久 你是第一个 男生渡边撤 一星期前转入学校 就成为最受欢迎的男生 每天总有女生在校门口 向他表 社长青野里 学习成绩全年级低 虽说可以攻略 但性格过于冷淡且难以准 目前来说难度地域级 表白失败也不是高中生的日常 目前探测器还有最后一次 因为没积分满心的 所以要谨慎使用 要是再出现派送 晚到15年的系统也白瞎 午后加阵课室 同学们都组队做自己的任务 死党小黄毛 还是毛手毛脚 切个土豆能飞起巴掌 不过福货总相依 谁说土豆不能牵红线 别人眼里笨手笨脚的国锦同学 也有被欣赏的时候 居然还会被粉红妹妹打扇 路边撤也是醉了 好好上个家政客也被赛一嘴抖 而另一边的男生估计被影响 正一个竟向女生道歉 组队的时候你不是说会做料理 看来这个队里女生很强势 如果不是脑袋瓜太笨了 那你就是这里不上心 犯错的男生吓得连连互怒 于是赶紧在地上收拾惨剧 女生名叫玉藻好美 在一般的学生 而听其他同学说 玉藻好像经常从其他男生那里拿钱 小黄毛听得一愣一愣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突然间他好像懂了野物 新的人生感悟要和死党分析 现实中的壁池 第一次见爱 所以玉藻能从男生那里拿到钱 说明魅力之很高 可以成为攻略的目标 虽然风平不好 但也说明成功率会很高 果断打开探测器 查看玉藻好美 年龄15岁 智力5 魅力8 体力6 交往记录4 可攻略 情报显示 追求时尚 通过答应做别人女友获取金钱 看来和传闻一样 而那边玉藻好美 还在戏弄组队的男生 还表示如果他好好听 两人的关系还可以再好一点 而男生已经忘乎所有 成了恋爱女 玉藻注意到周围的同学议论的声音 看来自己没办法让女生喜欢 拿起菜刀 玉藻看着土豆也是无从下手 算了 放弃了 还是让自己的小跟班来吧 只要给他一点好脸色 这个队友还真是任劳任怨 这样性格的女生 如果用自尊心去攻略 性价比太差 反正杜边也不想谈恋爱 就用最简单成功率最高的方式攻略他 用钱 系统这里发来提醒 如果成功交往 在一星期 一月 一年 十年 都会有千道奖励 话说十年是什么鬼 交往十年就要进爱情的坟墓了 拍拍打脸清醒一下 就自己打工那点工资 最多就拿一周或是一个月的奖励 杜边也是不折不扣的穷人 好在今天打完工就能拿到这个月的新手 加上继续凑一凑 应该能有十五万的 也不知道够不够让玉藻答应做女友 少女从三岁起 突然拥有了判断谎言的能力 于是 她比别人更早认识到人类的虚伪 人们出于各种目的 相互奉承 表里不一 因此 她也由衷地厌恶说谎 并要求自己也绝不说谎 但这个世界没有人能不说谎 所以她开始讨厌周围所有人 然而杜边彻知道了原因 并没有露出质疑的目光 杜边却真的愿意相信这么离奇的事情 可这家伙果然与众不同 就在刚才 杜边来到文艺部投稿 一听是代表人类观察社的投稿 文艺社的成员都露出不善的目光 还直接下诸课令请杜边出去 也不知道社长怎么得罪文艺社 而刚走出两步 就被藏在身后的死党教主 听说杜边加入了青野岭社 怎么也不和我们说呀 没别的原因 就是这个社团可以早退才加入 对了杜边 既然能早退 要不你也引荐我们入社吧 是啊 毕竟我们没拜会过传说中的完美少女 面对死党的死缠案 杜边也只好尝试一见一些 这边青野岭面是小黄毛 只要能回答他一个问题 通过后就可以加入社团 面对完美少女 国警元气满满的表示 没问题 可下一年他就被刨探 因为社员手册对社员要求安静 接下来就是绿毛小哥 我看过入社要求 请你提问吧 这下青野岭都没看他一眼 我讨厌说谎 这是谎言被直接拆穿了吗 看着两个小伙伴黯然离场 杜边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杜边同学 青野岭叫住杜边撤 你喜欢我吗 杜边回头看着青野岭 这没头没尾的问我 又是在测试什么东西吗 回答问题 青野岭拿出社长威严 反正说好话总没错吧 青野同学这么可爱 是喜欢的 果然还有继续观察的价值 青野岭让他明天放学再来社团 可杜边刚出社团大门 就被两个死党抓住 完美少女居然会问你这样的问题 他只是把我当成实验对象 要通过提问观察我的反应 你以为我们会信吗 你对他做什么 青野岭怎么会问你是不是喜欢的 只能说你们被他外表迷住 才会产生异响 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他的提问不带感情 连多余的标点符号都没有 这便是人类观察部的社团内容 摘腾这才放开杜边 或许你说的没错 毕竟青野同学就不是这个事件 他的父亲不但是大公司的社长 还是国会议员 如果被他认为有意制造女儿的飞维 一定会被要求转学的 真没想到 青野岭的身世这么夸张 那倒是晚上再细数 这时国警要去参加棒球社活动 让杜边他们等他一起 而无所事事的杜边 只好逛回人类观察部 青野岭还在独自看书 杜边就聊起今天文艺社的事情 为什么对方看上去 不喜欢人类观察部 青野岭放下书 让杜边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 毕竟社团不说太蠢 杜边只好自我分析 适用人类观察社名义投稿 打败文艺社 再观察他们 也就是人类在这么难堪的情况下 而青野同学全年级第一 都不用亲自动手 只要我这个普通社员打败他 才更具观察价值 后半部分是谎 青野岭回头 便把杜边崩围的话摘了中 半句谎言居然也能看出 他难道真的有读心数 好吧 你的智力很高 其实我不认为 你会做没把握的事情 恭喜你 现在开始 杜边同学是人类观察部的正式成员 杜边也很好奇 为什么青野岭能一眼判断别人的谎言 是因为心理学还是微表情 都不是 青野岭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在我三岁时 突然就能判断一个人是否撒 也就是说 从那时期我就有了看穿谎言的能力 青野回头看向杜边 我不指望别人相信这么脱离现实的事情 那时的我比同龄人 都更早见识到人类的虚伪 他们为了巴结我父亲 谎话连篇 为了从我身上得到好处 相互奉承 表里不一 而我观察他们的谎言 由衷地厌恶他们 我也要求自己绝不撒谎 只是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不说谎 所以你开始讨厌周围所有人 杜边也走到窗边 青野林很吃惊杜边的反应 你相信我说的是 虽然我没有看穿谎言的能力 但 是青野林的话 我愿意相信 而杜边这番话并不像撒谎 没有识别谎言的能力 却真的愿意相信这么离奇的事情 杜边同学果然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杜边没有想到 撒谎作为人类本人 竟然可以被一个人完全放弃 青野林 一个从来不会撒谎的完美少女 少女是校园里有名的美女 而男生经常议论的却是她的风品 只因少女能在约会的男生那里获得金钱 于是她很合适成为杜边攻略的对象 人物玉藻好美 年龄15岁 智力5 魅力8 体力6 交往记录4 可攻略 系统显示她通过答应做别人女朋友获得金钱 如果再不获得鸡粉 晚到15年的系统也要停摆 就在三个小时前 杜边起身去接饮料 正好遇到在水台打水的玉藻同学 于是上前打招呼先认识一下 好巧 原来是杜边同学呢 杜边彻有点意外 我还准备自我介绍呢 好担心玉藻同学不认输 怎么会呢 杜边可是神川大帅哥 在女生中间很有人气的呢 是吗 玉藻同学也是我们男生之间的焦点 很好 接着这个话题单刀直入 真的吗 这倒让玉藻感到意外 都怎么说我 杜边却在玉藻耳边轻声说 其实男生讨论玉藻同学 是可以花钱做女朋友 没有一个女生喜欢自己的风停事件 玉藻明显生气了 你担忧我的事干嘛 我们好像不熟 这时他才注意到杜边看着另一边的桌子 有些人明明是很好的朋友 时光荏苒却成不了恋人 而有的人紧紧相遇 便一眼成为恋人 玉藻没心情感叹风月 你就有话直说吧 谁料杜边上前一个壁东 虽然之前没说过话 但我想和玉藻同学成为恋人 那你这是突如其来的告白吗 还是在这里 看着惊慌失措的玉藻 杜边也先退了一步 一开始没想到会到这种城市 只是最近总是听到玉藻同学不好的传闻 那如果我告诉你 关于钱的事情 不是传闻 你还会喜欢我吗 既然话都说到了这一层 那就直接摊牌吧 多少钱 杜边脱口而出 就算是花钱 我也想和玉藻同学成为恋人 我现在只有15万 我知道很少 但哪怕是一个月 我也愿意 15万 一个月吗 可可以的吧 玉藻同学听了都有点紧张了 这算是答应了吧 嗯 那我们先加一下烂吧 从今天起 我就是车的女朋友了 而玉藻答应的同时 杜边收到系统的提醒 完成玉藻好美的攻略 获得5000积分 并开启签到功能 一个积分可以换100单 也就是说付出15万的成本 收获50万回报 后续签到还有奖励 而且玉藻好美 也不会有感情投入 双方各取所需 计划很完美 所以 除非以后能遇到自己的心中所喜 否则攻略目标就找玉藻这样 这样大家也不会有什么资论 5月请多多指教 撤军 刚成为杜边撤的女友 就在深夜发来贺电 杜边忙里抽血 敷衍一条学习中误扰 可下一名 便收到N条对方的回答 有着手速 成绩为什么还会垫底 快要考试了 15万单明天给你哦 另外 玉藻同学 我们交往的事情 也请务必保密 这也正合玉藻的心意 保密的话 同时交两个男朋友也是可以的 交易达成 玉藻同学也有钱出去玩了 次日 杜飞找到玉藻的收纳柜 把说好的费用塞了进去 这下玉藻的事情就算搞定 接下来就是和青爷岭约好的社区活动 只要能骗过完美少女青爷岭一次 就能获得100万系统积分 面对可以看穿人类谎言的少女 杜边没有放弃攻略这个任务 男主杜边撤 东阳重点高中明星男生 一周前加入了人类观察部 社长青爷岭 是能判断别人是否撒谎的天才少女 刚进社团的杜边 解释因为值日所以来晚了 青爷岭表示杜边没有说谎 可以介绍 你不是说讨厌说谎的人吗 我也不想被你继续讨厌下去 而这句话其实有一点撒谎成分 因为系统的临时任务 一周内要成功骗过青爷岭一次 而不想被继续讨厌 这句话的真实原因 是想完成系统任务 所以在青爷同学那里就是谎 青爷岭和上书 坚持不了两句又开始撒谎 你是人格分裂了吗 真是一点瞒不过去 想要攻略这个任务 关键就是找到 是否说谎的判定场 即找到一句 在青爷岭判断里的实话 而系统判定里的谎言 那只能先从谎言边缘的话来入手 真的好难啊 这是高益所有学生的资料 记住并观察他们 特别是文艺部 啊哈 你是认真的吗 我自己班一半人明都没记住 而青爷同学却说 要记住全校同学才算合格 虽说渡边早就记住了大部分评讯 不过还是用了一小时 记住了所有同学 青爷同学 这次考试我一定会超过 拿下第一 真是口号 一种不一定做得到的事情 系统会怎么判定 渡边还在谎言边缘疯狂试探 从刚才开始 你就一直在骚 是在挑战我的耐心极限吗 而对渡边奇怪的等待 青爷都开始误会他的企图 抱歉 其实真是原因还是完成任务 你这样的人还真无时无刻不再撒谎 果然还是瞒不过去 你要适可而止 你身上谎言的臭味让人难受 渡边同学 请你马上离开 渡边无奈只好先出去 系统给这任务定了高额奖励 果然没那么好攻略 今天的攻略任务完办 而面对越来越少的积分 考试结束之后 渡边就在新宿歌舞祭丁打起林宫 要复制攻略玉藻豪美的经验 这里非常适合 而兼职的内容就是给服装店拉扣 这样就能接触高魅力女性 不然可攻略的目标都没有 人物黑田幸会 魅力5 不可攻略 出事不利 第一次探测就被化妆树骗了 人物赖虎眉宇 魅力6 不可攻略 这妹子明明比刚才漂亮不少了 魅力也才6的 人物三只西春 魅力7 不可攻略 奇怪 魅力值都到7了 怎么也不能攻略 看来除了魅力之外 还有别的因素 姐姐们 我在打工 不约 还是太年轻了 被化妆树压制的死死 购买探测器用了1000积分 换成钱有10万单 打工一天才5000单 血亏 假期接下来的时间 也不用多想 除了专心打工和学习 就是和陪名义女友聊天 虽然玉藻豪美 不一定只想当挂名女友 明明付了那么多钱 反而对我爱搭不理的样力 当当 签到玉藻豪美一周 获得系统礼包 魅力5折兑换券一张 难以 魅力兑换券 是觉得自己不够帅 魅力打完折自己还买不起 现在只有4000积分 一想到 从无数不良少年那里挤就美少女 攻略女生的必备神器 这才是男人该有的目标 渡边燃起来了 少女极度讨厌会撒谎的人 却答应辅导成绩不及格的插声 只因拜托她的是小泉老师 而小泉老师虽然也撒谎 却并不让她讨厌 结束黄金周的假期 今天是返校第一天 也是成绩榜公布的日子 第一青野岭 第二节成美机 渡边还是第三名 渡边叹息明明那么用功了 也只是保住原来的排名 不管是哪里的学校 还都是一样的 死党的命运比渡边就惨很多 摘腾不爽渡边的态度 国锦更是已经被老师训过话 还有 小泉老师叫你下午也去办公室 那你第三名也要训话吗 下午课后教师办公室 渡边同学 知道老师找你什么事吗 人物小泉亲耐 渡边年级断的责任老师 是因为阅测成绩吗 第三名应该没什么好指摘的吧 小泉老师表示 渡边同学考得很好 偏差值超过74 这样的成绩声东大 也是完全没问题 渡边松了口气 那就好 那还会有什么问题 小泉老师觉得渡边成绩好 长得帅气 老师很想知道 渡边同学的理想是什么 理想吗 渡边穿越15年 理想就是让那些人 养自己下半辈子 不过感觉有点说不出口 渡边彻这时想到一句 抄袋感 我决定成为东江帅哥 当这句话出口 渡边同学既骄傲又自豪 那你东江帅哥吗 是新出现的职业吗 不明觉厉 那应该是一种人生态 渡边同学太有趣了 老师为这个年级的学生感到好 虽然老师也不太懂 最近流行的狗 渡边脑海里浮现 好多奇怪的东西 下次我可以和老师 分享东江帅哥的故事 无时无刻 不再撒谎的东江帅哥吗 门外听到一个少女的声音 青叶同学 你怎么也来了 果然一眼能看出 自己谎言的没有别人 小泉老师站起身 言归正传 其实找你们来 是因为收到文艺部投诉 还没等小泉老师讲下去 青叶同学 不友善地猜出 应该是投稿的事情 青叶同学 你那篇名为 文艺部一无是处的投稿 拿到了第一名 而根据规则 文艺部还不得不 把这篇文章印在社坛上 实在太让人难堪了 不愧是智力巴的美少女 而渡边你也是 你那篇 将来的我们 获得了第二名 而用的文风 是文艺部最擅长的风格 用对方最得意的文风 击败对方 你给的羞辱也不轻 青叶领事不关己的样子 实力不行 不想着好好努力 却来投诉 小泉老师却说 这事情已经不小了 部长指示 你们设的活动 必须获得我的批准 随便 青叶领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估计这样的事情没少干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 部长希望优等生 要抽出时间 为阅策不合格的同学 做一对衣服导 渡边可不想为 没意义的事情浪费精力 恕我直言 学习还是要靠自己 于是渡边一口气 给出了几十条 冠冕堂皇的礼 毕竟他是连社团活动 都不想参加的人 而阅策不合格的 多半是爱说谎 差声 对谎言过敏的青叶同学 更不会答应 所以渡边也站边来 为社长大人挡一道 这件事我们爱莫能助 呵呵 你说的是我们 青叶同学有不同的意见 东江帅哥可以傲慢 到帮别人做决定的吗 啊哈 今天来的不是我认识的 青叶同学吗 而青叶认为 辅导一名不及格的学生 考出好成绩 很有观察价值 渡边诧异的同时 也开始同情 那两个倒霉蛋 渡边同学 归老师当着青叶同学的面 说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了 下一名 测访一同学就给出 小全老师没有撒谎 判断 喜欢你就是字面意思 不是不是 其实老师喜欢每个学生 也喜欢青叶同学的 可恶 无法拒绝了呀 走出教室办公室 你居然会答应帮忙 很意外呀 因为我不讨厌小全老师 虽然他也时常撒谎 你不说讨厌所有撒谎的人吗 矛盾的位 用你东江帅哥的脑子 好好想想 人的感官会一成不变吗 有的讨厌是过去时 有的讨厌是现在进行时 渡边尬笑道 你说现在进行时的时候 为什么看向我 则则则 你离我远一点 青叶岭看上去生气了 而看向远去的青叶同学 渡边从新审市完美上了 这一刻我缺席 青叶岭同学并非不尽人情 只是他生活在满是谎年的事情 造成了信任感缺失 而小全老师虽然会撒谎 但他们之间似乎有某种 超越谎年的默契 这默契 填补上了这份缺失的信 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您好请多关照 撤军 呼吃 这是要爆发危机了吗 玉藻豪美和另一个小胖 一起走进人类观察部 目前整个东江会直呼我名字 只有玉藻豪美 这两位就是那两个不及格的笨蛋了 少女成绩全校第一 却成为同学们眼中的怪胎 她成立的人类观察社 只有一个社员渡边社 却能用文艺社的文风打败文艺社 小全老师只好让他俩辅导插声 弥补他们对文艺社的伤害 人类观察部 姓名玉藻豪美 喜欢唱歌 逛街 买衣服 吃各种各样甜品 玉藻豪美 心情美好的介绍自己 能和车一起补习 让他心情很俗 渡边可没同样的心情 我怎么就忘了先看下辅导学生的名字呢 只好先装作有一点认识的情况吧 你好玉藻同学 在家政课上认识过你 之后在校外也偶遇过一次 脸上虽然很自然 心里却对能瞒过青野同学没有信心 只希望他不要看出其中的交易 而玉藻同学也发现 渡边彻好像很在意青野大小姐 难道他也是有钱的精子 步作低调吗 我叫河边元太 喜欢漫画和玩游戏 红行而来的 岔声紧张的自我介绍 青野里 喜欢安静和看书 社长开始自我介绍 这边这位叫渡边彻 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撒谱 却自称东江帅哥的男人 这绝对是在报复 玉藻同学果然是老司机 东江帅哥 就是靠着外表 说几个玩笑 便把手伸进女孩群品家伙 呵呵 看来大家对你的人品 都已经有了渡边的认识 青野同学给刚才一段做了嘴唇 玉藻选好自己的辅导同学 撤 你要好好教我 玉藻打算好好作弄一下渡边同学 你可不能做坏事 玉藻还故意做出暧昧的暗示 搞得渡边有苦说 哒哒 青野岭开始进入角色 河边同学 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小胖子有自知证明 应该是英语词汇量不太行 我会回去背的 这时青野岭寒风刺骨般戳穿 撒谎 你要是有这自觉性 也不至于考这点成绩 小胖子一下下软了 去把所有背不出的单词抄二十 所有的二十便会不会太多 小胖直接跪了 你是不想抄吗 青野同学和书的姿态有女王的风范 不是不是 不敢的 不想抄也可以 那就给我认真去呗 不要试图敷衍我 小胖想到不用抄二十 韩磊答应要认真背单词 好的 若明天抽背不合格 只能拜托小泉老师联系你父母 相信小泉老师会如实反馈你的情况 这波操作让杜鞭肃然起敬 原来是祭出小泉老师来威慑对方 记得中国古代就有对这行为的描述 好像是叫狐家虎威 把小胖赶出人类观察部还不忘吩咐 明天放学来这里抽背哦 自觉自己抓到杜鞭七寸 玉藻上来就试图讨价还价 玉藻同学 你最大的问题是历史和数学 特别是战国史这块被权秘 而玉藻却狡辩说没有学历史的必要 而且数学在生活中也没什么用处 没有像青野同学一样的气场 杜鞭只好仔细分析提升成绩的方法 想短时提升 就要摸清楚初题老师的习惯和喜好 玉藻听得有点不确定 你该不会实现 对 帮你压题 杜鞭给出答案 玉藻有点不信 这压重的可能性有多大 呵呵 我偏差值可是74 小泉老师说我能保送东大 我给你五分压题 接下来每天刷一张卷 我保证玉藻同学至少拿B一声 玉藻好美很久没几点了 开心的叫杜鞭小彻 还往杜鞭身边凑 别再凑近 杜鞭防止关系暴露 暂时只能闻出 得到及格密集的玉藻风一样跑 接下来的人类观察不安静和喜 只有杜鞭写字沙沙声和青野翻书声 终于青野领合上自己的书 东京帅哥就是这么骗人了 青野不相信杜鞭能压重体 杜鞭表示开学不到一个月 这点内容很容易压到 直到夕阳西下 青野领成认杜鞭比他厉害 这倒让杜鞭很意外 大小节的骄傲呢 而下一秒青野就表示 谦虚不骄傲是自己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让着自己的意思 好好 全世界你最厉害 这句话是谎言 杜鞭心想这是我的吐槽啊 承认不如自己的人 在某方面强于自己 正是优秀的人伟大的地方 杜鞭收拾好书包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这天是聊不下去 你这是欲擒故纵的手段吗 很难相信有女生会上这样的档 青野领追问 杜鞭听不大明白 我好像不用事事都要刷你的好感 哼哼 虽然不喜欢我的性格 但不代表不想蹂躏我的肉体 自称帅哥的生物不斗着德行人 这话早的杜鞭一阵尴尬 我从没想过来 而且你应该知道我没撒 真有被气到 身后传来社长的声音 记得关门 竟然怀疑我有非分之心 简直是人生尊严的侮辱和剑塔 杜鞭撤回去路上越想越起 男人名叫杜鞭撤 一周前才以优异的成绩 进入东江重点高中 就和完美少女青野林 把文学社团欺负的嗷嗷之叫 班主任惩罚他们辅导 不及格的插声 而杜鞭的辅导对象 竟然是自己的假女友 这天下午课后 小胖子忐忑地走进人类观察部 下午好 也许是自己理亏 打招呼都耸得不行 而教室天发宝落下一个帘子 果然青野林出场 插声补习计划之 背英文单词 犀利的气场让小胖动弹跑 就算会背的单词也被吓尿了 今天到此为止 回去把所有内容抄三十遍 杜鞭的态度像冰砖一样 抱歉下次一定 小胖一边道歉一边落荒而逃 看着可怜兮兮的小胖 杜鞭撤还有点小同情 随后 玉藻豪美也到了人类观察部 一进门就换上开朗活泼的少女形象 完全是一副应付学习的样子 而杜鞭同学把自己压题的试卷 给到他手上 就像大学里拿到考试范围的学生 玉藻豪美表现出极高的学习热情 到了补习辅导的第三天 哎呀 今天试卷错了那么多吗 玉藻豪美的坚持有点不足 杜鞭还是很用心指导玉藻同学 还传授一个学习方法 能让学渣把零碎的时间也用起来 就是把要记的知识点整理在小卡片上 然后不管去哪里 坐车 哽人 排队 反正一感到无聊 就拿出来认真看一会 杜鞭保证只要把鸭题卷做过 補考一定能拿到好证据 只要拿高分 说不定你父母会给你更多的零花钱 玉藻已经燃起来了 喜欢钱的女人真是单纯 不但能拿到更多零花钱 还能让平时看不起她的同学刮目相看 不要忘记 站在玉藻同学身后的 是偏差值74的5 杜鞭撤 Nice 玉藻豪美没有可能会失败的 而燃起来的玉藻豪美 有了系统性的作弊特序 学习也变得快乐起来 转眼就快到不考的日子 你对撒谎一点也够内疚吗 别人眼里那些可能是善意的谎 还是让青夜林有些不适 对一个坚持不下去的学渣违心的鼓励 我不但不内疚 甚至不认为这是撒谎 在我心里带负面结果的才是谎 杜鞭撤 你已经无可救药了 在青夜林心里谎言就是谎 杜鞭气愤地离开社图 原话奉还 社长果然不可理 和青夜林的态度变得更加冷淡 放学路上的杜鞭收到一个临时任务 就下被欺负的位置上 而任务还带有高额奖励 同时奖励与难度系数挂钩 面对十万积分奖励 杜鞭心动了 流氓事件不至于被打死了 既然接下任务 那就做些准备工作才行 先把剩余的积分换成现金 再去手机商城下单 四日必打 不愧是东江 作为东江帅哥 怎么能做事少女被侵犯 这个任务必须完成 少女三岁起就能看出别人是否撒谎 而新晋社团的杜鞭撤 却是无时无刻不再撒谎的人 因为答应要帮不及格的插声补习 所以杜鞭同学一边忽悠玉藻 郝美学习很简单 一边又帮玉藻鸭替做准备 补考的前一天 玉藻同学 你这次的模拟测试结果 是双类 真的假的 面对从来没有过的成绩 玉藻同学都怀疑起杜鞭的动静 于是杜鞭撤开始了他的表演 声称自己从荒无人烟与世隔绝 500公里外的小孙子 来东江需要整整6个小时 就是为了学习 所以即使给别人出模拟视觉 自己也绝不会弄虚作假 不得玉藻吃惊这世上还有这么偏的地理 所以玉藻同学 补考对你来说已是小菜一碟 而你要担心的是万一全对 会被怀疑作弊 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就让老师再来一份视觉 我都吃得下 玉藻被逗得咯咯直笑 你当时拉面吗 而同在社团的青野岭一言不乏 也没管他们两人天真的唤醒 如果双类 那一定要请杜鞭吃饭 不过预算一千单以内 为了让玉藻能放松上烤肠 杜鞭还很中二的说自己要查查吃什么 一千单能吃什么好吃的呀 你不会真从那个很穷的地方 那你还花15万 打住 再说下去假女友的事情就算帮了 不过你肯定我能拿双鞭 杜鞭是一身白毛海 看来是被戏弄了 杜鞭强颜欢笑 嗯 我对自己有信心的 终于到了部考 一切都将剑分享 是青野同学强压式补习法成功 还是杜鞭同学心灵鸡汤的生计 下午课后 从部考成绩上就能一目了 而杜鞭相信 自己调教出来的玉藻好美 一定能考出双的好成绩 漫长的等待 杜鞭撤也等到玉藻好美迟来的消息 撤 两个A nice 和自己预想的一样 不愧是东江帅哥杜鞭撤 预算提高到2000单 可以吃寿司大餐了 于是两人约好下周日一起吃饭 玉藻请客 而回到人类观察部的杜鞭撤 却见到意料之外的人 小泉老师 您怎么来了 小泉青耐 杜鞭这一届的责任老师 老师很好奇 阅测成绩 S的玉藻好美 天差值只有三十几 仅仅五天时间 你就让他提高四十分天差值 你对他做了什么 杜鞭撤老师交代 是因为自己帮他压体 加上短时间心灵模仿 才有这样的成绩 总之 辅导差生这个任务已经圆满完成 下周开始我能早退去打工了吧 看着一言不发的轻言 趁小泉老师也在 杜鞭赶紧提申请 小泉老师热心叮嘱 打工可以 不过要注意身体哦 哪怕一个人住 早饭和晚饭也要记得好好吃 小泉老师还真是体贴呢 杜鞭不禁夸奖老师 您将来一定会成为 优秀的妻子和母亲 下一名 小泉亲爱就抄起一摞卷子拍馆 怎么和老师说话呢 没大没小给你脸的事 可 隔边同学虽然略训一筹 但也拿到双臂的成绩 进步很大 为了奖励两个优等生 老师决定要请杜鞭和青野同学吃饭 杜鞭和青野同学都不想参与 毕竟两人关系好像不那么合体 不行不行 你们两个都必须取 小泉还是很坚决 拜托 给老师一个报答学生的机会 看着小泉老师 好难拒绝 最终两个人还是答应放学后一起赴约 少女三岁能看穿别人是否撒谎 所以她的人生没有朋友 而关爱她的老师 竟然给她介绍起男性朋友 说什么都要拉着她和杜鞭彻一起吃饭 小泉老师一离开 社团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怪异 面对独自看书的青野里 杜鞭正犹豫要不要缓和一下关系 先开口的却是青野同学 玉藻好美的成绩和反应是什么 成绩双美 反应吗 很兴奋 大概还有些得意 打破僵局后杜鞭找起英文小说 还特意说要提升英语水平 是想成为东江帅哥吗 青野同学询问 这居然还有过不去的等 呵呵 青野同学盯着自己手上的书 似乎琢磨了一下 琢磨了一下下 有一点点酒 这天是聊死了吗 还有下文吗 转眼晚上六点 在闹市的一家烤肉店里 小泉老师正准备请杜鞭和青野吃饭 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就花了五天 不对 是三天的时间就拿到两杯 竟是玉藻好美和闺妮一起吃饭 吹起牛了 还嘲笑杜鞭撤说自己来自乡下 小泉老师吃惊这对话的内容 毕竟杜鞭才刚帮她拿到双爱 杜鞭却挡住打算上前理论的小泉老师 如果她过去的话会让玉藻同学很丢脸 而且 这种事情杜鞭一点也放 如果想惩罚的 就上课点她回答问题就可以 没想到杜鞭同学心胸这么快 老师都为你骄傲了 反倒是杜鞭害羞 真的没什么 杜鞭苦苦出鸭提倦 费尽心机提升她的信息 清野凌冷酷分析 最后惨糟被捕 却做到不生气不在眼前 所以你想说什么 所以根据我的观察 你符合真兽亚刚换养生物特性 因为人无法在思想上如此卑贱 我特喵 我不生气是我做的一切和玉藻同学没任何关系 他怎么看我无所谓 反倒是清野同学 你这讲话疯狗 应该没有朋友吧 那也用不着非人类物种操心 清野喝茶如老僧入定 和小泉老师脑回路惊奇 竟然提出两人做朋友这样的建议 呵呵 面对小泉老师滔滔不绝的赞美 路边自己都觉得老师在推销冷门理财产品 而清野同学明确拒绝这个提议 因为他的朋友绝对不能说 路边也认为两人价值观相差太大 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 反倒是小泉老师信心满满 感觉他们有一天会成为朋友 而且说不定还能成为 这时 上菜的精美的烤肉料理打断了这重要的汤 正好借机避开话题 两人开始风卷残余 饭后小泉老师要送清野岭回家 毕竟他是女生 渡边同学 给你 这是了不起的盖茨 是刚才提升英语阅读水瓶的书吗 看完记得还我 清野同学面上不说 还是记下了渡边言语 看着残留少女体香的书本 渡边自恋地称 暂且不计较清野岭的话 果然 你的自作多情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境内 虽然还是很冰冷的话 但感觉两人的关系 没有之前那般寒冷 少女三岁起就能看穿别人是否撒谎 可渡边撤满嘴谎言却被他收入社团 只因他觉得这个男人有观察的价值 而渡边加入人类观察社 只是因为社团可以早退 就在两天前 渡边收到一个解救未知少女的任务 考虑到任务的危险等级 渡边将自己武装到牙齿 打开系统任务导航 大约40分钟到达目的地 好的 万事俱备 马上出发 武装到牙齿的渡边撤 准备去解救美少女 跟随系统的引导 在东江还真的很好找目标 嗯 目的地居然是个死胡同吗 而这里就算大声呼救 估计也不会有人听到 好在只是流氓事件 不会真打死我 只片刻 渡边就听到有人过来 听声音估计是女人的脚步声 压了压茂言 终于要开始英雄救美了 用最淡定的语气 提醒打算冲入死胡同的少女走过 来人闻言听下来看着渡边 红色的眼睛 非常值得秀发 渡边脸上有种发烫的感觉 还没等渡边反应过来 少女转身就向他走 到他身边对渡边用命令的语气 过来 渡边那个喊 你不会是那个流氓吧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如果需要 我可以送你回去 总之先就向他完成任务 下一名 少女抓住渡边的脸 香唇直接贴了上来 这情景为男生顶得住 难不成流氓竟是我自己 渡边意识到事情不对 他使劲想推开少女 可少女力气超过他的想法 难道这女孩被人吓药了 任务已经来晚了吗 这是向子口详气跑步的声音 而且还不是一个人 这三个人体型高大 一看就是专职打神 如果惹上他们 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而光头大汉也注意到 电线杆后边的小情侣 人生最美是少年了 去那边找找 看来大汉是追丢了 想找的目标 直到大汉们走远 渡边悬着的心也放下来 这时怕一声 自己就被女孩推开 没想到女孩的力气挣了他 一把就把自己推倒在地 下一名 女孩就使劲用手擦自己的嘴 该死 这情景看得渡边有点懵 你没事吧 谁料到女孩一下又一下狂擦 这怕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你要再擦下去 嘴巴都要擦破了 而系统这时发来消息 解救少女成功 想到这个任务这么简单 渡边常常松了一口气 突然身后伸来一只手 抓住渡边的胳膊 趴大一下 渡边已经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看来遇到大麻烦了 而红眸少女擦去嘴角的破皮 面色阴沉温 那几个人处理掉了吗 是的 全处理掉了 新来的强人非常恭敬 眼看危机解除 红眸少女露出春天般人畜无害的笑容 说吧 你是谁 渡边撤在女强人手上像小鸡一样 很是狼狈 我是高一的学生 可以给你看正名 啪 又被摁在地上摩擦 还被女保镖搜身 系统任务果然没那么平 辣椒水 伸缩柜 防狼电枪 这些装备都全是她不是简单的学生 能准时在准确地点出现 你可真是巧 这换谁都不会信你 哎呀我只是胆心 装备防身的 遇见你真是巧 这万万没想到 少女掀起裙子 看来要试一下渡边的胆 这是 这一排排的针 难不能是麻醉剂 少女拿出一只针 做好注射准 麻醉剂是过家家用 有听过琥珀先胆解 临床医学中防止病人磨动身体 会注射这种骨骼积松弛样 如果没有输养果 被注射者会在意识清闲的情况下窒息而死 完全不可理喻 渡边刚救了她 为什么还要杀她 你居然还问为什么 因为你是第一个敢碰我的胆 瞧到麻袋 刚刚是为了救你 而且还是你主动 啪一下 又被摁地上 是我主动碰了你 少女还是把药打了进去 那又怎么样 少女浮现得意的笑容 生死关头 渡边不顾一切大喊 你这个疯子 可恶啊 渡边渐渐失去意识 居然来真的